大小车辆车来车往又没有红绿灯 除了有画上绿底斑马线之外 行人过马路以及车辆执行或转弯 完全靠彼此礼浪的默契和更多的运气 这里是仁爱区成功一路加油站前面路口 因为车流量大又没有红绿灯 再加上夜间昏暗 因此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特地邀及市政府相关单位 以及当地光华里长陈世峰等人办理会刊 将加强灯光照明以及警告标志 来提升这个路口的交通安全 成功一路加油站旁边桥下的公园环境 我们长期陈世峰里长非常关心跟重视 这一块我们这几年整理了非常多的设施 也让人爱区的非常运动重要的空间跟场域 通行的部分我们桥下这一段 就在加油站旁 我们有民众跟里长反映 也跟我反映说灯光太昏暗 所以我们刚刚特别邀请公务处 公用科来设置这个路灯 然后把周边的这个比较老旧的路灯 也提早来做更新 让民众有一个比较安全的回家环境 那前面那段光华国宅那边 我们那个通行量很大 因为光华国宅有1200户 所以我们也要求交通处 来这个画上这个绿底的这个斑马线 让民众有更一个安全的回家道路 就是我们会整体来检视一下 我们周边的环境 不管是路灯还是路坪或者是整个交通设施 耗制的改善 希望让这个社区生活在思求无理的社区的民众 会感觉到安心 那我们每一位里长也都非常用心 我想非常谢谢大家提供意见给我们 也谢谢市府的配合 而预定将在高架桥墩加装照明灯光 同时也加设警告标志 加油站前的路灯也将一并强化灯光照明 让这个路口夜间更光明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